元民灾族 施接上会 上会就讲到 当这个张经总督和浙江新任的秦府 两个人全心全力 在那儿对抗魔寇的人 有个人就来到浙江了 这个人就是赵文华 赵文华来到之后 乱了大龙 张经和李天重就被他害死了 你赵文华又不是总督 又不是秦府 你千里迢迢来这儿干什么 哦 原来他扶一件特大使命 是奉天子之命 来到浙海 即是来拜浙大海 那你浙海拜浙完 练了大批土特产 饭舌就行 平平 赵文华是个有抱负之人 他对倭寇十分有兴趣 他想搏乱成基罗巴 所以他拜浙完大海之后 他还不走着 留在那儿试察 一般来说 在京城大官来到地方试察 指导工作 当地官员 当然是热情接待 谁知张总督居然不是太卖张 不理不睬 十分冷淡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张总督的官大过你多 在明代 总督是高官来的 他不是地方官 是朝廷派来的 他的工资都在中央领 他是代表中央来管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 他级数是正部级 你这个赵文华才是个副部级 只讲到资历更加没得比 张总督十七年前都已经是副部级 是兵部侍郎 那时候你赵文华什么是刑部主事 等于现在的次级干部 大家都在京城官场那里找 大家底子都互相清楚 老子是二品正部 两省总督尼善老计 一个副部级三品官 你居然在我面前摆架纸 真是消化 至那个浙江巡护 李天宠 虽然只得四品官 但是实力派 整个浙江省他管 浙江第一号人物 即是省长 所以他也不是卖赵文华张 每日就只是做三盏饭 来给赵文华吃 其他一概懒理 总是想快点逼他 赵文华都鼓了一吐气 哎呀 你们这么不识死 对我这么不给面 我告诉我老爸 让我老爸来炮制你 喂 他老爸是谁这么恶的 总督他都能够炮制 他老爸厉害了 他老爸是严嵩 严嵩 严嵩姓炎 他姓赵的 你呀真是 你这么老套的 有奶便是娘 有权便是老爸 他认严嵩做干爹 干爹就是契爹 那为什么严嵩又会看中他呢 哦 严嵩做过国子监的校长 赵文华的学生 严嵩很快就发现 这个赵文华虽然能力一般 但是有样本事 听话 而且特别擅长拍马屁 所以严嵩就安排 赵文华去了通证市 通证市是一个副部级的单位 最高长官只有副部级三品官而已 但是严嵩就很重视这个单位 因为他的任务十分特殊的 是主管全国送到北京来的公民 严嵩因为自己的名声太差 全国的义士都十分憎他 整天上书于告长 虽然严嵩是内阁首富 有权有势 但是也提心吊胆 怕着有流亡之遗 怕着别人通过另一种途径 直接被皇帝第一次告长 所以他就派他的心腹 赵文华去管理公民 赵文华对完成任务 的确十分负责 每天检查各地送来的公民 发现有可疑的 就立刻扣住或者销毁 他勤勤狠狠警警役役 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于此就成为严嵩手下 第一号骨干分子 严嵩收到这个乖子告长 他做出一个十分出乎 意料的回复 他吩咐这个乖子 喂 你不要动手啊 这个人很难对付的 你一定要等他充分把握 你才能够动手 赵文华呢 就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他硬不吞口气 于是呢 他就淚斗淚 你一定要赶我走 我偏偏就不走 我留在那里 他就要求 留下他在那里 来到监察敌情 他想留在那里 死前烂打 是要跟你这个总督 张经 斗过你死我活 我就留在那里 执你的铜脚 没多久 赵文华果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当时呢 浙江沿海的倭寇气焰 十分嚣张的 有两万多倭寇 已经盘距着浙江沿海 整天进行抢掠消杀的了 根本就没将明军放在眼里 张经 亦非是个等闲之辈 他四处调兵 积极部署 准备进攻绍匪 但是又很奇怪 逐逐几个月 动都不动 赵文华就反复催促他 张经是理都不理 原来呢 有原因的 张总督以前 有过一段不尋常的经历 在嘉靖十六年的时候 张经就总督两广军武 就带兵去平定广西 断藤俠的叛乱 那张士奇在山地作战 十分艰苦 你稍微疏忽得这么多 就兵败将亡了 所以张经就养成一种 步步为影 十分稳重的打仗习惯 更重要的是他在作战中 发现了一些影音可怕的作战群体 就是所谓狼士兵 狼就是柴狼的狼 叫做狼士兵 可见他凶狼的程度下 这支部队是由少数民族为主 大部分是没有文化耗勇 斗狠战斗力十分强的人组成的 张经就吃尽斧头 提起狼士兵的爬 这次他到浙江 来到剿灭倭寇 张经就发现 原来朝廷中 那帮大臣 轻视的所谓乌合之中的海盗倭寇 原来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大敌人 是皇帝专心收道连仙丹的人 在大臣专心贪污 互相争拳夺利的人 在附近的日本 正处于极度混乱中 全国分成三四十个诸侯国 日本只有一个的地 那么大的豆腐人那么大的地方 整天火山爆发 兼及地震 几十个诸侯国 你打我我打 你打赢 当然清皇清白 打输就只要扔老 扔去哪里 没办法 日本人只要不远万里 扔来中国寻食 于是就成为史书中说的 瓦人为寇是为瓦寇 这帮瓦寇 当然是一帮杀人 冬鹅郎 动下跌下跌下海 撞身如幅 他们这种不怕死的冒险精神 他们这种勇敢和决心 毅力和不怕死的精神 就逐意令人淡箭心寒 相反 你看看明朝那帮兵 你看看张总督的手下 多数都是浙江山东人 那里经济发达地方富庶 来当兵 随便找餐吃 合心水就做 如果不合心 我回到耕田 你怎么会饿我 这些兵 哎呀 谁想跟你拼命的 自然就没办法 抵挡着倭寇入侵了 张经就十分头痛 他就想到 不如调那些强悍的狼士兵 来对付倭寇 好啊好啊 这个决定 果然为张经取得重大的胜利 但是 最后就连张经条命都拿过去 张经 他也想不到 自己千方百计 费尽心血 调兵衔将来对待倭寇的人 赵文华 已经布置好一个圈套 准备将这个张总督 置之死地 张经做了很耐官的了 当然不是善男信女 他还要被你欺骗的吗 他早已经布置好自己的亲信 抠着这个上面派来的赵文华 那么猛虎都不及地头虫 浙江 当然是张总督的天下 但是照文华的确是本事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居然找到一个盟友 这个人 就是大名鼎鼎鼎的胡忠贤 胡忠贤 别自二征 是非洲人士 嘉靖 十六年的军事 胡忠贤 考试成绩就一样 但是运气很好 他虽然没有选上做树吉市 只是分配到地方内院太野 但是他年度考核成绩优良 所以提升为御史 秦氏孙虎大同一大 为什么说胡忠贤运气好呢 因为御史这一行 在明朝 映人不错的行当 这一行以骂人为职业 天不怕地不怕 喜欢骂谁就骂谁 如果行好运 摸准方向 被他骂中 那就是冠云幸同一非送天 不过 胡忠贤 他这份御史工作 有一些特事 认为孙虎和大同 当时是前线 杜光剑影 驻守当地的大部分武将 讲打讲杀的粗人 如果你胡乱公装得罪他 喂 说不定 他三更半夜 没你家 汤都像 在这样的环境 靠骂人来找食 胡忠贤 想想想想 都说不定了 不如改行 学兵法好了 学兵法 是啊是啊 在血肉横飞 生死是于一线的战场上 胡忠贤 终于学到战争的法则 他又亲眼 见到蒙古骑兵 消杀抢掠 难民家破人亡 河天抢掌 他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他经受过血与火的洗礼 这个 只是懂得议论滔滔 门口圣人之言 开口闹人的书外子 慢慢就变成 一个头脑冷静 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他的表现出色 所以后来就调他浙江 当臣虎 但是呢 上天为了考验 胡忠贤的才能 就是他奉命调到浙江之前 安排了一场考试 当时 驻守大同的大军 突然间接到上头命令 要他们立即转移到阳祸 这个命令 簡直是一个 拿命的命令 大同已经在前线了 阳祸就跟前线的前线 那条件是十分艰苦的 那么 驻守边疆的士兵 已经是十分辛苦的了 现在又要离妻别子 再去到前线的前线 逼近死亡的地方来打仗 当然不愿意去 但是伤口就不管这么多 一定要去 于是有人就带头 作反 抗拒命令 但是跟我参长 见你这样就不行了 立刻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面对着这帮不是抓错头 拿单挑起义的农民 这些是拿刀拿枪 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杀手来的 你以为那帮不说道理的流氓 这么容易对付 你跟他们说道理 你都没开声 让你斩成欲仗 所以那位大同参长 一年问了几声 谁能够出面去解决这个难题 没有人出声 忽然间有一个人大声说 我去 原来是胡宗宪 大同的参长 见到有人这么勇敢 判死去执行这个任务 十分感动 就问 好啊好啊 你要带多少人马去呢 不用啊不用啊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啊 一个人去 在场所有人 都用十分惊讶的眼光 看见这位不怕死的英雄 一个人去送死啊 于是 全部将领 都去到帐篷外边 来送这位 甘愿为大家牺牲的英雄 胡宗宪呢 就并非是白痴 他也并没有说抱着自动去背锅的决心的 他担负这个金艺的任务 自然有他的打算啊 他一个人骑着匹马直奔士兵灌变的营地 对着那帮情绪激动手 拿着刀伤面露杀击的士兵 他只是说了几句说话 哎呀 奇迹就发生了 所有的士兵 立刻停止吵吵 乖乖翻入军营 哎呀 胡宗宪说这几句什么 喂喂喂 这么灵验的 弃欲之后是如何 赤得下回分解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